将除湿机推到客厅使用 地处夏天闷热冬天潮湿的台湾 除湿机几乎成为家家户户 必备的四季家电 尤其除了除湿之外还有多种功能 拉开风管去除鞋子里的湿气 不怕鞋子一雾晒不干 我住在台北市台北市真的也是蛮潮湿的 然后不会像是中南部衣服这么快干 所以我买除湿机一部分是为了要把我的衣服烘干 最常其实真的还是放在房间 因为我是很晚上睡觉会比较容易过敏的人 然后就是有除湿机的话 其实就是会降低那个湿度 然后我可能睡觉的时候就会开着 日常使用少不了除湿机 尤其大部分的民众都会将它移动到不同空间使用 如何做选择也从中得出心得 可能就是选除湿机的时候就会注意它的滚轮 这可能是以前不会去注意到的 但是就因为有长辈在 你就会觉得要让它们方便 然后再来就是倒水够不够方便 虽然除湿机大家都使用过 不过其中却有许多细节 一旦不注意可能会造成危险 那我们会建议民众在移动之前 先把水箱的水倒掉清空之后 再移动除湿机 可以避免那个水气在机体里面就是蔓延这样 那再来就是还有很多人 可能是要擦拭机体的时候 也会避免要提醒民众要避免使用过湿的膜布 这也是怕湿气浸到机体里面 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是比如说 隔一阵子没有使用除湿机了 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你要使用之前呢 都建议一定要先检查它的那个满水停机的功能 如果失去了满水停机功能 造成水往上溢 机体容易产生短路 如果再加上老旧电线外漏 很有可能导致电线走火引发自然 许多民众都有把除湿机放在浴室里面的习惯 但一定要特别注意 洗完澡的时候地面还会有一些水 一定要刮除干净 而另外呢马桶盖一定要记得盖起来 因为里面的水有可能会影响到除湿效果 我们置放那个除湿机呢 最好呢离开墙壁 或者是家具大概有50公分的距离 尽量不要放在角落的地方 这样呢因为空气不循环 会影响到它的除湿功能 然后呢除湿机的那个滤网 也这个要定期清洗 也要搭配那个循环扇来使用 这样有助于空气循环 然后呢提高这个除湿的效果 毕竟除湿效果是要让生活变得更舒适 除了要定时清洗之外 也不能让水箱长时间处于油水的状态 因为除湿机是将空气中的湿气 透过加热气转换成水滴 因此水箱里的水搁置太久 便会成为细菌的温床 如果是使用除湿机来烘干衣物的话呢 有一点要很注意哦 就是尽量不要把衣物掉挂在除湿机的正上方 因为除湿机有一个使用上的重点 就是它的进出风口 是不要被遮蔽住的 只要遮蔽进出风口 它就会造成除湿机在运作上的危险 台电也提醒选购除湿机时 不是挑选公升数越大 效率就越好 必须依照空间做选购 例如一瓶是3.3平方公尺 而每平方公尺每天可以除0.24公升计算 挑选除湿机的黄金公式 就是平数乘以3.3再乘以0.24 因此时平大的空间换算出来是7.92 只要挑选8公升左右的除湿机就可以 最好选购有节能标章 或者是节能效率一级或二级的产品 重点是要选择的时候要选购 具有可以自动设定湿度的除湿机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让我们维持室内 在一定的湿度比较舒适的环境 而且可以省电 这样也可以让除湿机维持比较长的一个寿命 掌握除湿机的使用方式 不只在家安心也能达到最大效用 提高生活品质 TVBS新闻 徐坤山何将夏丹慈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